童謙小龍 其實剛才聽到林秀樺老師 談了很多非常深刻的教育的看法跟理念 我即使教了三十幾年的書 我其實收穫也非常多 不過我今天要講的跟他講的稍微有點七個 所以我還蠻高興的 不然我想說他已經提出這麼深刻的說法 我如果也要分享教學經驗的話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分享 我也可以想像說他為什麼是可以得到這麼多的掌聲 不過今天這個演講 其實對我來講是一個蠻困難而且蠻巨大的挑戰 但是我有一個缺點 實在是很難拒絕美麗專業的認真的女士們的邀請 我講的是三位女士 就是我們開放中心白啟光主任 還有她的兩位得力住所 葉霜跟佩儀 我們這次title是八年抗戰 他們真的是在這件事情做了八年 然後我相信尤其是葉霜跟佩儀 他們真是功不可沒 所以我今天就很勇敢的接受挑戰 雖然我不是那麼強壯 當然也存著英雄救美的心情 來這邊談 我今天要講的其實是一個 要講故事 講三兄弟 他們成長的過程 然後他們的一些恩艷勤仇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 我今天要講什麼 首先我當然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個教育體制下的三兄弟 老大就是T 老二是O 老三是M 那因為 教大其實是 老二這一支在台灣這個催生者 所以我們雖然現在老三來勢洶洶 所以那個老二幾乎都被掩蓋住了 但是因為教大 我們教大是老二的催生者在台灣這一支 所以我也特別做一個比較 那當然因為現在老三的光芒 其實是太強了 所以我要多講他一點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提一下就是說 這個老大跟老三 或者是老大跟老二 兩個結合 造成的這個效應 造成一些運動 所以我要有幾個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五個呢 我要提的就是說 因為我是做數學 所以我又很難記解這個誘惑 把這個問題 把它變成一個數學的模型 那當然我不見得 今天不見得有時間講這個 如果有時間講到的話 我也用最淺顯的語言 跟大家 溝通這個 mathematical model 那最後呢 我要談一下 這三兄弟的和氣和從 比方說 比方說 第一個可能性是 我這個小寫當然就變成是配角 大寫就是主角 就是說這種MOOC 將來有沒有可能變成是 高等教育的主角 其他兩個都變配角 這件事情 Udacity Stanford那個創辦人 他2012 去年的時候 在MOOC 在高峰的時候 他曾經講說 將來全世界只剩下十所大寫 那他的Udacity 就是其中一個 可是他今年做了很大的修正 這個 我之後會再提 所以會是這種情況嗎 第二種情形 我要講的就是說 傳統教育其實 傳統的高等教育T 他其實還是在的 老二跟老三 最後還是配角 或者是說 來勢洶洶的老三 他將來也可以跟T 分庭抗禮 這個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那你如果念數學的話 或者說算一下簡單 這個高中的排列組合的話 大學小學有三個字 你會排出八種組合 但是其他的組合 大概都不可能 比方說三個多小學 高等教育都會變成不見嗎 這不可能 所以其他的可能性 都非常少 但是這裡我要特別提一下 會不會有第四種可能性 會不會有第四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 這些兄弟 將來有沒有辦法 混 混種 前一陣子我記得看到 一個報導 就是說 人類 好像是說 跟豬 跟眼人 這樣混出來 所以 有沒有可能 它產生了化學變化 有新的一個教學的模式 就比較人性化了 所以 我們來看看 我也大膽的做了一些判斷 不過 你要容許我有錯誤的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介紹一下老大 老大就是傳統的教學 或者是說 我們把它 目標看得更廣一點 它是傳統的高等教義 我這邊有一個交集 代表說 它說不定將來也有可能混在一起 成了一個新的品種 這種可能性都有 那這個是 因為我其實 本來也希望談一點數學 所以 將來這些data 做modeling都會有一點幫助 所以 這個是我們台灣現在 從90年到100年 這個高等教育的人口 大概 你如果看總數 它大概是緩慢出生 只不過這很奇怪 只是 我們的少子化趨勢到目前還沒看到 那anyway這個是目前的資料 那老二剛才這個主任也稍微介紹了 那因為是交大 等於說台灣是交大第一個催生者 所以 這個我也特別把它提一下 不過我就省略 這個資料就顯示出 比方說以維基溫這門課來講的話 大概平均每一個月有 大概7500左右的人次 有季節性的變化 那這些資料當然都是要做modeling用的 我們接下來看老三 其實從我的觀點 從我的觀點 目前我把它是把它想成它是 這個OCW的第二代 是他OCW的改良版 那這邊其實有三個平台 三個提供者我們特別需要觀察的 我們特別需要觀察的 就是UDESTI跟Corsera跟EDEX 那這個UDESTI跟Corsera是Stanford分出來的 那這個EDEX是MIT跟哈佛分出來的 那這個是從我的觀點我的理解 我看到老二跟老三的一些差別 還有它共同的地方 那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都是online open跟free 不過這個M也一直在演化 它也一直在演化 剛才大家也都提到了 所以將來是不是一定都open 是不是一定都free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那從我的觀點來看的話 就是說這個M 它其實跟O的差別 它其實做了一些互動 還有一些grading 還有一些quesis的動作 而且基本上它都是由精英的大學設計的 然後有一些非常有名的網路公司 也參與合作 然後甚至創投資金 然後它將來的演化會不會有學位的認證 那它是不是一個business model 這個多在演化當中 那對OCW的話我來看的話就是 它是製作成本很低 而且很容易製作 因為我們上課怎麼講 它就把它錄下來 那而且我覺得 它可能持續力會比較長一點 就像OCW的微跡文來講 跟補畫一開始錄的三科 到目前其實都沒有動 有七年了也都沒有動 但是放在那裡還是有人在看 那這個老二來講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學校它會製造自己的開放式課程 而且我覺得老二它比較有可能設計出 比較抽象比較深的課程 現在因為MOOC的設計都是相對是比較快速 比較淺跌的知識的吸收方式 這是至少是我的理解 所以你要做一些比較抽象 比較深的東西 其實OCW的設計可能還更合適一點 這個老三因為它還蠻轟動的 所以我也特別提到它的一些事情 比方說紐約時報 他去年他說這是the year of the MOOC 然後還有一個小故事是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校長 他被去年被董事會把他file 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對MOOC的反應太慢 當然最後因為很多人抗議 所以他最後又被複製了 複製之後 其實Vigenia也加進MOOC的集團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這個 在2002年2012的時候 它這是一個大蜂巢 比方說這是Cosella的課程的設計 它總共目前有545門課 那有其實台灣的話就是台大在裡面 那他們貢獻了兩門課 一門就是前一陣子也是非常轟動 跟林老師的課一樣轟動的 這個台大葉炳城老師的課 激勵的課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的了解是歷史的課 就是講秦始王 那接下來我也對這個老三做一個SOI的分析 本來通常應該我們是做SWAT的分析 那SWAT裡面的W跟T我都拿掉 W代表的是Weakness 那我看起來 因為這個M一直在演化 所以以其說它目前是有弱點的話 我待會也會講說它有哪一些issue是需要討論的 所以我不把它看成弱點 因為我覺得它在演化 那這個threat這件事 我看它都是給別人威脅 因為前陣子有在討論大學是不是會消失 老師會不會沒有教學的工作 所以我就也把這個threat把它丟掉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strength 它是名校 名師 資源組的一些production 那它是open free 等等 那第三點其實剛才前面 兩位speaker都有提到 就是互動 我這個年代成長的時候 玩的時候是在泥土上玩 那下一個世代成長可能是在網路上玩 所以網路上的互動其實是不能夠小看 所以這個m它確實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對每一個學校來講它的機會 它可以對它的品牌的塑造跟加強 還有對這個教學 因為這個有很多的數據的累積 所以這個教學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一種試驗 然後對recruit學生 還有將來business model都有可能是一種機會 還有類似像林秀豪老師 年輕 然後有想法 還有像台大葉秉晨老師 葉秉晨老師 他們這個都是一個好的時機 好的機會 我覺得它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剛才其實也有一位聽講者 他問到了 這個怎麼樣才 它怎麼樣才會是一個 一個可以生存或者是賺錢的一個model 大家都在尋找 所以它一直在演化當中 那你走到最後如果說它沒有授與協會 那從我的觀點 或者說它還是福利 從我的觀點的話 它就是OCW的第二代 所以將來會不會走上這一步 怎麼走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你可以想像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還有剛才大家也提到這個 你這個課程的完成的比例 這個白啟光也提到說大概是4% 然後將來你要授與協會的話 那你怎麼驗證這個學生 這個都是一些需要煩惱的問題 不過就像我講的 這個MOOC一直在演化 可是到今年 其實你發現這個MOOC 其實已經有產生了一些變化了 大家對它的看法 就有一些變化 同樣的紐約時報 它其實已經有這樣的一個title After Setbacks 就是已經有點倒退嚕了 這個熱草有點倒退嚕 然後這些人都是在重新思考 下一步怎麼做 那以UDESTI 我剛才講一下 就UDESTI跟Coursera 它們是for profit 那這個EDEX的話是for non-profit 這待會我都會再提一下 這個UDESTI他們現在其實已經號稱 他們已經要把它的這個方向做一個修正了 他們現在的重點希望放在這個Employment Sector 然後比較放在電腦方面 他們已經對 基本上就有點說 對大學這個理想 已經有點修正跟晃氣了 然後這個UPEN最近 也有兩個報告出來 第一個報告 其實剛才林老師也提到了 在Nature上面的 那這個也告訴你說 做教育的也可以登記 你做的研究也可以放在Nature上面 那這個因為UPEN它收集 他們也很積極參與這個MOOX的活動 所以他們到目前有超過一百萬人次的 人上去看他們課 所以他們有很大量的Data 所以交大其實累積到現在這個Data其實也不少 所以應該做教育的人 應該好好去挖掘這些Data 這些東西你要做在對的時機點 你像MOOX這個 比方說以這個報道的話 如果是再過五年 他就絕對上不了Nature 所以這個時機點也非常的重要 那他在這個Data報告裡面 他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 就是說他有80%上去看的人 他們其實都有高等教育的文憑 他們都是highly educated 而且highly motivated 那其實這個數據也是讓Udacity 做一個扭轉的一個方向修正的一個重要參考 那再加上我待會另外會提到一個案例 也讓Udacity覺得說他們應該做一些修正 然後在這份報告裡面也提到說 他們為什麼會想參加這個MOOX的這些活動 那最大的一個原因既然是好奇心 是好奇心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想要在他自己的工作 他們都已經有工作了 在想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面跑 這是兩個最大的原因 那因為有這個族群你可以想像 這個也不是那麼驚訝 因為有80%人都是已經有協會 已經有工作了 那第二份的report出來的數據也很有趣 他說有50%的人連第一個lecture都沒有看 50%的 連第一個lecture都沒有看 那平均的通過率確實也只有4%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這個就是說 傳統的教育加上這個MOOX 它造成的這種train跟movement是什麼 那我現在舉六個案例 第一個就是the mineral school of KGI 他們準備在明年成立 它這個學校基本上就是online的學校 他們號稱它的quality是要大過IVD 那你可以想像 就是說它成立這樣的一個學校 它不需要有 它是一個虛擬學校 它不需要有土地 它不需要有建築的資金 它也不需要有這麼多老師 所以它的成本其實是非常低的 但是它可以花很 這個是目前他們已經募到很大的創投資金了 第一個學 他們準備第一年找14到19個學生 而且都免費提供 那一年的學會只收一萬美金 這是一萬美金 那他們呢這個住的地方 可能這個學期它把它擺在紐約 下個學期把它擺在倫敦 那再下一個學期可能把它擺在台北 如果覺得我們台灣是一個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把它這樣擺 他們是這樣設計的 那這個效應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拭目以待 因為這樣的一個model出來 當然會對傳統的大學教育 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二個案例是 就是Georgia Tech加上AT&T加上UDESTI 他們準備在Georgia Tech成立這個Compute Science的Master 這個也會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 這也非常值得觀察 因為第一個 這個他的學會只收到少於七千美金 你一個學生 國際學生你要去到 Georgia Tech by the way 他是Compute Science是Top 10的學校 那如果你一般的國際學生 你到那邊去修你要付四萬塊 所以這個協會的差距很大 然後也就是說對我們的主題 平權教育會有些貢獻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就是說 他在三年內他們有計畫收到幾百個到一萬個的學生 你心裡想假設這個模式是可以成立的話 這個模式如果可以成立 其他Compute Science的Program都要關掉了 因為他假設可以造到一千個學校 一千個學生 或者是一萬個學生 這個他們其實明年初 明年初就要開始弄了 首先要由AT&T他們裡面的員工去參與這樣的一個進修 拿Master的一個進修 所以已經有企業界去支持了 然後這個Program其實也是從明年開始弄了 他到底怎麼樣也是非常值得觀察的 好 我要講的第三個案例 這個EDEX我再提一下 它是for non-profit 剛才另外講的Cosella跟Udacity 它都是想要賺錢 所以它是這個Modeling是for non-profit 所以這個Modeling是值得我們教大學的 他現在提了一些新的構想 這包括說他們的課程 把它模組化製造的課程 然後他們叫X Series 就是一種套餐 就是一種組合 剛才我把特別 因為Cosella現在 它是最大的一個MOOX的Provider 我上去看 我上去看 從我的角度看數學 它的數學課程其實是五花八門 大概二十幾門 非常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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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它也有做Branded University的構想 是不是有些學生大一的時候 他就是只做Online courses 他可以在家裡 然後大二大三才到校園裡面 然後大四的時候 他做Continue Education的準備 不論說他要繼續上研究所 或者要就業 所以這種Branded University的這種概念 MIT已經在想 第四個我要特別提了 這Cosella 它是目前最大的Provider 他最近就12月10號 他已經把他的有些Video放在這個 這個手機上 智慧型手機上面 你知道現在所有的商機都要跟 跟手機連在一起 那他做這個當然是 他的技術上是蠻厲害的 已經把它放進來 那這個影響也會 也值得觀察 第五個案例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 Rawanda是非洲的一個國家 他們這個國家呢 大學生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那他們跟這個世界銀行合作 這個要成立一個大學 都是用MOOC 然後一年的協會 1500美金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主題的平錢交易 希望在一些艱困地區的一個實踐 所以他能不能成功 我們也拭目以待 那最後我要提的這個案例 是St. Jose State University 他跟UDESTI合作 他在今年初跟UDESTI合作 推了三門數學課 三門課程其中有兩門數學課 那數學課都非常基本的數學課 那如果通過學校就給他寫分 就換句話說呢 他已經跟這個UDESTI這個平台去合作 利用這個Video來期待 他們學校的老師的Teaching的工作 所以這已經正在發生 那可是出來的效果 其實還蠻令他們失望 也就是說呢 這個他們Spring的結果出來的數據是 這個Completion Rate 或是說Passing Rate 跟在課堂上Face to Face的教學 Passing Rate差太多了 所以這個St. Jose在Spring的試驗 他們叫Pilot the Program 其實不是那麼成功 因為沒有那麼成功 再加上U-Pen那個報告 所以其實我相信這是造成U-DESTI 這幫人的方向的修正 可是其實St. Jose這個Program 它Summer的時候又繼續做了一次 也就是說它又做了一個Iteration 那個Iteration它又把有一些教學 有一些設計又做了一些改變 所以它Summer的結果 其實是比課堂上的Passing Rate 還要高一點 但是因為Summer的結果 它是比較開放式 所以裡面的話很多都是有修過的學生 有修過課的學生 所以這個數據就不是那麼準 所以目前這樣的合作方式 大家認為還不是非常成功 可是它的後期效應是值得觀察的 也就是說將來比方說台灣哪些學校 也希望做這樣的合作 跟這些平台做這樣的合作 這都是有可能的 一些歷史的Lessons 左邊這個是 我不曉得這年輕的世代 還有沒有看到科大 科大這個公司 那這是大英的百科錢書 那這是美國很有名的聯手書店 那這些 這三個東西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他們都被網路打敗 他們都被網路打敗 可是在那一當下的時候 比方說科大在那當下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看到危機 他們沒有看到危機 然後他們認為說這不可能 所以他們在最後幾乎都消失了 幾乎都被這些網路的東西打敗 那我這邊提成品它沒有消失 成品現在它變成一種品牌 變成一種趨勢 變成一種大家非常稱讚的一種對象 所以它塑造的非常成功 所以它轉型也非常成功 但是像我講的這些例子 是告訴我們說 大家不可對木做一些小看 那當然木可將來怎麼走 值得觀察 可是傳統的教育仍然需要做一些調整 所以呢 接下來我提我的兩分錢的看法 那我想台灣的教育部 還有這個前半段的 就是說這些大學校 然後教育部五、五百億的學校 包括台大 抱歉交大還有清華還有這個成大 都應該想想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策略在哪裡 那中等的大學 比較小的大學 也都要想想自己的定位跟策略在哪裡 那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 那今天我也沒時間講 我就先跳過去 那這個 我第二個建議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些課程 就是MIT的用語它叫X-Series 也要做一些整個 也要做一些整個 做一些比方說像套餐式的學習 就有一套了 那最後再想下一步 然後第三個其實也是呼應剛才這個 很多人 很多人講的一個教學方式 那這個林老師剛才也提到的 他非常強調的這種互動的 互動的教學方式 那這邊的話是把T跟OW 或者T跟O或T跟M結合 也就是說呢 你平常你是自己找時間 你去看這個開放式課程或者是MOOPS 然後你到課場來 不是來聽Lecture 現在課堂是來討論 是來解決問題 同宅之間的討論 老師跟同學之間的討論 然後這個 剛才講的MIT Branded University這種概念 好 我最後我也大膽的提出我的看法 這個預測 就對這三兄弟的走向 我對這個M 我想他如果不是走向商業化 我的意思是說 他還是free 他還是open 當然我剛才才學到說open 原來還蠻難定義的 還很複雜 不過anyway 從我的簡單的想法 這個open就是開放給大家 然後也不用錢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現在MOOPS的形式 就是第二代的開放式課程 所以從剛才白淇光問的說 會共融或者會不見了 我想不會啦 我們還會更強壯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的M 即使會走向這樣子 會走向開放式課 那當然有一部分的M 也會走向商業化 我剛才講的那個Milada School 還有Udacity他已經希望focus 在這個企業界上面了 那這個Cosera是另外一種商業的模式 他如果將來他在手機上都能夠成功被大家很容易的看的話 那他將來他的模式 他不需要向觀賞的人要錢 他可以向廣告商要錢 就走Google的這種模式類似這樣 那我覺得未來這個路線一定會有一些M出來 一定會有一些M會存在 因為這是時代的方向 科技的進展你沒辦法逆轉 一定會 因為也一定會有一些學生是被這樣子吸引 當然我也跟林老師想法一樣 我覺得更多的學生是需要面對面的 需要面對面的教育 所以我判斷未來的話會走向湯姆2 也就是M會他有自己的空間 但是傳統教育依然還會在 傳統教育尤其會跟我講的O 我講的O是包括這個M走過來的O 是會結合在一起的 當然傳統加上M 大概像造成這種Georgia Tech這個效應 這也值得看 還有Saint-O-Saint的Model MID的Model 我覺得都是尤其是一些像Saint-O-Saint的Model的話 是台灣的一些比方說中小型的學校 需要思考的 那交大可以作為 比方說交大可以作為像MIT的這個模式 做出來之後呢 可以幫助這個比較小型的學校 那我覺得這個O只會需求越來越大 那最後我回來講一下這個M 其實它也其實造成很大的一些討論跟效應 那比方說它對新的軟體的發展 其實是有一定的意義 你要處理這麼大量的 這麼大量的一個工作的平坦 你對這個新軟體的要求其實是有幫助了 然後對一些新評鑑的制度跟技巧也會有一些幫忙 然後新的教學也會有一些幫助 那這些其實都有很大的數據在裡面 那這個數據裡面隱藏的一些 一些不論是教跟學的模式都非常值得探討 我覺得M是一個它是一個高等交易 近年來少見的一個值得大家去關注跟討論的一個現象 今天我就報告到這 謝謝大家